下一個重點叫做基本測量 基本測量就是量長度、量體積、量面積 這個是測量 這些都叫測量身高179.3 就是我的身高 體重65.1 這不是我的體重 然後氣溫20.4度C 65.1公斤 這上面顯示了一個完整的測量寫法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叫做數字179.3、20.4 第二個部分叫做單位、公斤、渡溪 有兩個部分 有一個數字的部分 有一個單位的部分 那麼單位基本上可以隨便用任意取 但是要以公認而且適當為宜 公認的意思就是大家都同意 大家都同意 最少要你這個地方的大家都同意 台灣人的一金跟金門的一金的重量是不一樣 金門的比較小、台灣比較大 不過就金門都要一金 大家OK就OK了 OK不要一金 台灣就要一金 但是我們台灣基本上 現在政府通用單位叫做SI單位 國際上不用 國際上好像只有三個地方用的不是SI單位 有一個非常大力的就是美國 就是豬腦袋 OK 用的不是SI 假如是用什麼公尺、公斤 這種SI單位 公克、公尺、渡溪之類的 OK 我們用SI單位 我們在分年級的時候提過了 適當就是要恰好合宜 不要拿大單位去量小東西 或是說請問你臺北到高雄 都有幾公里啊 這種就是不要拿大東西去量 大單位去量小東西 或拿小單位去量 大東西要選一個適當的單位 OK 重點應該是那個數字的部分 數字的部分 數字會有一組的準確值跟一位的估計值 寫一組的原因是他可能是一位 可能是兩位 可能三位、四位、五位 所以我們說一組 他就是一國的準確值 估計值只有一位 估計值是猜的 覺得大概是這樣的 就猜一位就好了 猜更多位不會是一定的比較準 也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們只要猜一位就好了 所以會有一組的準確值跟一位的估計值 估計值 這樣子有一組準確值跟一位估計值 準確值就準到最小單位 準確到最小單位 最小單位到公分就準確到公分 最小單位到公里就準確到公里 然後下一位就叫做估計值 所以估計值在最小單位以下一位 所以一個正確的測量值寫完以後 最右邊的最小的就是所謂的估計值 前位就是所謂的最小單位 這單位就會出現 單位就會出現 OK 就是這樣子的寫法 基本上所有的測量都有誤差 這誤差無法消除 有各式各樣的誤差 你的儀器本身的誤差 你的實驗技術的誤差 跟自然環境的某些變動 稍微熱一點 冷一點 風流 雖然是沒有吹 等等這些都產生的誤差 基本上都有誤差 誤差沒有辦法完全消除 只能盡量的減少 那用好的儀器 精密的儀器 有好的實驗技術等等之類的 那我們平常會講 有一個減少誤差的方法 就是用平均值 平均值的意思 在我們考卷上面有兩種 一種叫做量很多遍 這個有多長 量個十遍 他有多長 第二種是 一張紙有多厚 很難量 拿五百張紙 量五百張 再數以五百 這也是另外一種平均值的意思 但都是說這樣可以減少我們的誤差 知道我們的誤差 那我們在考卷上面 如果測量了三四遍 然後呢 要你去算它的測量值應該多少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說 誤差太大的話拿掉 不要算 誤差拿掉 不要算 那什麼叫做誤差太大 你還記得嗎 我上課有講過 你還記得嗎 我上課有說過什麼叫誤差太大 你還記得嗎 二五 二五 你有記得嗎 你不記得了 那個古老的記憶已經消失了 好 請坐 所謂的誤差太大就是 準確值都跟別人不一樣 有一個人量十三點一 有一個人量十三點二 有一個人量十三點六 對 雖然正常情況下有沒有超貴 但可以看得出來嗎 所以 很怪 有沒有關係 至少點一 點二 點二都叫做伏計值 你要怎麼猜都可以 可是人家十三點一 十三點二 十三點六 你出來一個十二點八 這個就 對不對 因為準確值跟大家都會怎樣 一樣 所以如果你連準確值都跟別人不一樣的 就表示你這個有問題 所以把它拿掉 把它拿掉 不要算它 OK 估計值不一樣沒有關係 估計值不一樣沒有關係 準確的大家都看 大家都跟別人一樣 OK 六是 所謂的 有關於測量的一些重要觀念 可以嗎 可以